他让我在最沮丧的状况 因为那时候我跟韵芬 他知道我处在一个 比较沮丧的一个焦虑期 那因为我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那你知道韵芬他疗愈人的方式 就是我带着去吃 我觉得好吃的地方 那那个地方是带着很隐私 而且是真的很被款待的 放松 而且那个感受是你被照顾的 就是食物的本身不在于他好吃 而是在于那个过程 他细致到让你觉得你是被 你是被款待的 你是被照顾跟呵护的 食物如果能够带到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时候 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那你知道韵芬他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就是邀请了这样的一个环境 然后呢邀请了 还有坐在对面的废荣 你知道50岁的女人一定要有朋友 就是这件事 对对对对 一定要有女性朋友 50岁的女性一定要开始有朋友 50岁以前我猜你都跟任何女性 可能产生竞争关系 会呀会呀 这是很 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真的说实在的 我觉得就是50岁之前 但有很多女生真的是竞争关系 我可能就是想要偷学你 或者是想要抢过你 对对 或者抢你的工作 对他抢过你 抢过 譬如我的老公要抢过你 我的孩子要抢过你 所以你会发现那话题 说你老公是做了什么的 对不对 对对 然后到后面有小孩之后 小孩现在是哪个学校的 对对 你小孩怎么样了 你会发现 那个背后意识啊 可能你都没有感觉 好像大家只是在聊天 可是其实很多的背后意识 都是一个竞争关系 真的 一直到50岁之后 我才会知道说 那个成权跟协助有多么重要 对 就变女生的相扶相持 互相协助 是是是 所以当今天韵芬一开头 在讲男抢女弱 这样的一个卡牧关系里头 你到底有没有一个竞争关系 也一样议题啊 对不对 譬如说我在婚姻关系里 尤其如果你跟你的对象 是同一个 等级的话 譬如说我们的女王 她的配对是一个希腊王子 对对 希腊丹麦王子 就我记得这个亲王 那同样都是皇室 那到底是谁要去退场 因为他们两个的结合 可能有一些波折嘛 后来我知道我们的亲王 退掉他的皇室的身份 用平民百姓的身份 跟我们的这个英国女王结婚 那你就会看到一个地方 就是说 我如果再一样啊 就是我回到韵芬那一题 我一定要先把它讲完 因为那个跌倒的事情 你们不听会太可惜 你从他讲他那个跌倒 你就听到他的谈话书了 哪有 我就很真诚的跟你分享 对他就真诚吗 那种广播不讲 那个直播空档的时候 我再跟大家讲 你一定要听 你一定要听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可以被他讲成这样 我也觉得 你这个我一定要 如果有写剧本 我一定把它写进去了 就只有一个跌倒的事情 为什么可以讲到这么开心 讲到很开心 对对对 你在家里也会女强男弱吗 哎呦你怎么直接就切入 哎你这好厉害哦 我跟你讲你要问 那个真心话的时候 你就是要这样shoot it 哦 你一射就会问到问题 就是他有一次说 他在一个媒体 就说他因为他老大跟老二 相差19岁 那那时候很白目的下晕粉 很灵气当记者的时候 就举手问 请问你 你的两个孩子是同一个妈吗 对我那种太年轻了 这太不懂事 但是没有啊 就你的说法的技巧 就是突然你就要岔进来 对我以为这样子就不经意的 然后这样子射出去之后 那你就 效果十足啊 对但是我可能 就是可能成功可能失败 可能天堂可能地狱 他说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厉害 要不然就是一个神经病 对 就是女神 要不然就是神经病 哦 女神跟神经病 对 啊后来 女神经病 后来你是女神 对我选女神 不是经病 很lucky 对对对 所以你看 你说要这样子的赌注吗 我觉得是年少一些失败 然后又累积了一些 这个学习的方式了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待会跟大家分享更多 好我们持续跟小玉律师 你看大家就很喜欢小玉律师 因为所以说姐妹又相逢了 你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这已经不是什么叫 就叫姐妹 姐妹就是什么 就是可以穿一条 同一条内裤的感觉 怎么办 我越讲越善巴了 对你真的越来越善巴 我顶多就是说 可以脱光光一起洗澡而已 但有比我内裤好吗 但你讲内裤 律师讲内裤 这个是多么赤裸跟隐私 你知道穿着内裤的那个形状 可以让另外一个人看见 这样子有多么大的付出跟信任 好了好了 我们要讲什么 男强女弱 对 伊丽莎白二世 对 她96 90几岁 你忘了吧 对 你为什么要这样讨我吗 96还94 96 96岁 你看那费容赶快再查了 对费容好可怜 对就是 我记得那时候新闻出来的 那一天你知道 你的第一个感触是什么 没有女王的人生 我第一次过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知道有女王 对对 而且我竟然见证了 对 那你知道我们有英国女王 因为我们不是这种 有皇室的 对对 我们的宪法没有皇室这个概念 我们都是天赋人权 他是天赋军权 所以 他很不一样 然后 而且我们这个年代是童话故序的年代 所以女王的存在 你就会记得 好多电影里面 像那个 地凡内早餐还是什么 就在西班牙广场的 那个叫什么 你记得吗 我记得 我记得 我们那个电影都看的都差不多一样的 什么 罗马假期啦 奥迈偏见啦 对对对 罗马假期啦 他还记得我想说五年其生 是不是现在都已经忘记那个名字了 那总而言之 我们在那个年代对皇室有充满了很多的憧憬跟崇拜 然后会觉得他们所有的结合 就是童话故事般的结合 那那时候我当然在几年前看到我们的亲王去世 然后看着女王这样的走过这样这么走过二战 然后这样走过 然后至少还有个伴侣跟他有共同历史经验跟历史记忆的伴侣 然后就这样离开 那我一直认为皇室是一个如此孤单的地方 就好比看到我们如果讲华人世界的话 你就知道那个皇太后是有多么的孤单 那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英国女王 她永远是这么的优雅 尤其她的颜色穿着的衣服打扮 她是始终如一的鲜密的存在你的记忆当中 从一小时候到现在 那她96岁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人在这节课都感受到 我没有办法想象没有英国女王在的年代会长什么 我相信英国人会特别有感觉 那时候很像我小时候都不知道蒋总统 原来总统一定要姓蒋 我也讲总统三个词 是一个专有名词 是一样好像就宪法上面就学校讲总统 就是就仿佛像那个时候 没有了蒋总统 蒋家世代的样子会长什么样子 是大概是相同概念的 所以我那时候我感受到我的年代走了 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失落 但是我也很大的祝福是 他终于可以跟亲王结合 所以你知道爱情的浪漫还是在的 因为你如果这样一直 就是一直这样活着 然后离开你原来的世代价值 你所认识的人跟你的亲人 这样越离越远的时候 就是越离越久的时候 其实那个归乡的感觉是在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如同那个查理斯王子 现在已经是国王了 他在讲说 他是好多天使在守护的 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 他能够很平静的离开 而且是特拉斯 对他认命了 这很神奇 两天后他把英国的这个 交棒之后才离开 你就觉得好 你为什么连灵魂都在守着 对英国女王的一个使命 做完这整件事 他才离开 哇那个心情好复杂 真的 不过我觉得 我觉得他最困难的一点 其实 当然他有处理很多的事情 或者任命很多的首相 或者面对他的家庭问题 他的婚姻问题 但我觉得最难的一点 我觉得好难好难 就是他不悲不喜的人生 跟表情 哦 天哪 你怎么觉得 这就谈话课开始 他直接四个字 八个字 不悲不喜 然后呢 嗯 他的人生就是这样 你看 他再高兴 他也不能大笑 你看我们多幸福 对啊 我们就那么三八 跌倒了就可以那个 三三八八的 对还可以讲内裤 对 你说女王可以嘛 对 对他不能讲 他不能嘛 那你说他伤心难过的时候 顶多就流下眼泪 他能哭吗 他能狂哭吗 也不行 他能跺脚吗 不行 我们偶尔可以看到 他有俏皮 但那个俏皮 说实在也很短暂 对 他的俏皮很短暂 他俏皮我最有印象 是跟不惜 对好多啊 他现在又开始 有一些片段流出来了 对 就跟总统在一起 他其实是有使命的 对 即便他这些俏皮 都是有使命的 怎么说 有任命 有任务的啊 我今天要完成什么事情 我要跟你有什么 然后拉近一下关系 厉害 对 所以他的每一个动作 其实都要经过精心设计的 他的人生也是要被设计的 可是我觉得我们要好好过 我们的人生 因为我们可以自己设计 我们的人生 哎呦 起鸡皮疙瘩 所以我们看到女王的风光 那运芬你看到了 不悲不喜的表情 然后守住每一分一刻的使命 走到终老 对 多难啊 所以有一个人一直问我一件事情 他就说运芬你都鼓励人家 要工作一辈子啊 因为我想要工作到死啊 他说 那像女王七十年 我说哦 七十年 哎我听到就是查理斯王子 变国王就说 哦有一个男人真的很悲哀 哦对对对 到七十岁 哈哈哈哈 从人家要退休 他开始要工作 对对 难怪他 难怪他有最近好多情绪性的表情 都被派出来 对对对 就说我受不了的这个笔 这样漏水了 嗯 好吧我觉得这则新闻我有一个点 当然就是英国女王 当然还有第二个 我会有个话错重点的地方 就是卡米拉 那再一个 对不对 第三个重点就是凯特跟这个 哎叫什么 怎么我给人家忘记了 赶快费柔神救援一下 凯特跟另外一个 哈利的老婆 对叫什么 嗯 你听到了吗 我听不到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哎我跟你讲 我觉得好像没睡醒了 啊 终于看到他们两个同框 梅根 梅根啊 哎呀 soso啊 是不是你就要写板子 哎我们真的也没把梅根放在眼里啊 我跟你讲 费柔很好笑 他戴着口罩用嘴巴跟我讲 对你戴着口罩跟我们讲 我们有什么用呢 你戴着口罩 你喊到喉咙破了 我们都不会听得到啊 因为听不到 然后他用嘴型 我说拜托 他如果有嘴型 我还看得到 对他戴着口罩 然后叫我 但我们两个现在一直攻击他 是什么意思 他在线上看我们直播 他就看我们这样攻击他女儿 哦真的真的 好刚才对不起 失礼失礼了 对就是 第三个就是说两个 那称之为轴礼啊 还是叫什么 我跟你讲 我应该看一下 一堆人告诉我 梅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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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们两只猪 一直没有感觉到 谢谢大家 我们已经知道了 对 就是凯特跟梅根在同框这件事 然后他们到底有 他们两兄弟 然后再加上这两个女性啊 那他们两个身形很像 然后到底在这个互动 会是什么 然后这是我看到第三个 我会看到的重点 第四个就是 他们如何看待死亡 其实也是我这个 这个年纪很想要去看到 大家面对英国女王的去世 这件事情 所有的民众怎么去看 那当然这个英国 这个国家又怎么去看待 一个女王的去世之后 带来的经济议题 我觉得也蛮 今天理财生活通 全部都交给肖玉律师 他待会会谈到 英国在没有女王之后的 一个经济走势 如何打破 那个脱欧的危机了 我们要先 我们要先休息 好这里上了 radio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 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就是我们绿洲联合法律事务所的 主持律师的 赖方玉 小玉律师 他是最了解男人 跟最了解女人的 小玉律师 专业主持人 就是会把这个来宾再讲一遍 那我也会讲说 因为玉芬的说话课 让我很有感觉 那律师其实 他除了在上市公司当这个 你们是训练 发言人的训练 对 那其实我觉得律师应该 好像也应该来上 像玉芬的说话课 那我觉得说好话 不是把话说好 而是说得刚刚好 对 对不对 我觉得玉芬给我感觉就是 他不会让你觉得 你是被攻击的 就是即便他要告诉你一些事 你没有感受到是被攻击 他反而是带着一个 我自己的感受 就是带着一个很温暖 跟同理的方式 来告诉你说 诶我的感觉其实是这样 对 而且你知道这两天 我去书店 我想说看看我自己的书 因为我都会善尽 我自己作者的能力 结果我发现 诶明明他们告诉我 说这个是什么 属于什么心灵成长 或者学习课程的 对 我跟你讲我找不到 然后我就觉得奇怪 没有这在商业类 还是 财经类 所以你的人设 都一直被摆到财经 对对 他就人设的问题 对 那我觉得 我觉得孕芬在这里头 有几件事 我觉得还蛮受用的 他说 你要学习的 不是强迫自己去扮演别人 不要东施笑评 也不要变成四不像 掌握你的优势 你一定策略 这样更可以增加 你的自信跟感染力 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件事 就是说 很多的说话课 都在告诉我们 好像要变成谁 这么会说话 那你不用变成夏孕芬 而是就像我觉得 对我来讲就很像穿衣服 有时候你不用去 一定要找名牌来穿 你穿一个穿出你特质 穿出你样子的人 这才是真正是一个刚刚好的说话方式 那我同样在今天 为什么会用这个 运分的这本书来提到这个 就是在讲女强男弱 这个强跟弱当然是社会定位 就是他在财经社会 或者是成功与否 不管是名利的一个定位 切入的成功者角色 那这件事情 我们就往往会去追寻一个 所谓的童话故事般的 或者是麻雀变凤凰 或者是灰姑娘的故事 那当灰姑娘的故事 变成了一个倒过来的一个 的故事的时候 其实它有点破除 我们对童话爱情的想象 那我觉得英国女王跟亲王的 这样的一个结合 其实看了我有点难受 怎么说啊 为什么太美好了 他美好到好不真实 那但是他又如此真实的时候 他会刺激了现在 所有的婚姻关系里面 可能找不到一个像亲王 这样愿意甘于 当一个女王背后的男人 因为在现实社会 我觉得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 不过童话故事是人写的 那王室要呈现的新闻 也是经过新闻发布出来的 可是如果是我们是平民百姓的话 我们就是要经历这些甜酸苦辣 搞不好亲王他们也有 只是不能讲 不能讲 不可说 所以我一直想要知道 那个梅根跟这个 哈利 凯特 我们两个 你知道英文翻中文的时候 你就会王老 你说两个女人 两个女人就是到底是 王室发生了什么事情 要剧烈 我觉得凯特聪明多了 哪里在聪明 我觉得你就嫁入王室 你就甘于做一个王的女人 王的女人 对 你就王除的女人嘛 对 对 你就守本分 你就不要不安于世 那你就要讲 不要意见那么多 废话那么多 哇 他在讲 梅根 我要是女王 就把他迅一段 就是不甘于世 的是梅根 我觉得是 你嫁进了皇室 我常觉得 你嫁进了皇室 你又要自由 又要自己的想法 对 你要的太多了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女人到了50岁之后 我觉得 很多东西都不要了 你这句话 其实带了好多的 探讨跟小问 就是说 我也跟各位讲 在我自己处理的 加善间当中 有个很大的议题 就是说 你做了选择 对 你又不甘于这个选择 这句话真好 对 你做了选择 又不甘于这个选择 对 这就是婚姻为什么 开始被挨的开始 对不对 那我觉得亲王 他做了选择 也甘于选择 可是你去看一下王冠 他也有到世界各国去 去干嘛 shopping 找女人 这是我看王冠的 王冠他是真 那女王没有 他是影集 他是影集 但是说实在 王室有纠正他们 就是说 这不是事实 那你为什么要纠正 你为什么要纠正 真的啊 哎呦你们媒体人好坏 王子跟公主 怎么可能不吵架 他就跟你讲 这么丑陋的事情 你几回啊 我五十回 你跟十八回 人家就浪漫 让你讲成这样 然后我最近看到 那个Netflix 一跳出来 就是王冠 就是王冠 对他会一直推 对对对 就是推 你可以看一下啦 哎呀 好啦好啦 你看他马上碎裂化 我的梦想 因为我那时候看到 所有的媒体报道 在讲到这个亲王 他如何就是这个丹麦王子 如何干于做一个 女王背后的男人 然后两个因为在一个 他十几岁 十四岁就见到这个亲王 然后就爱上了这个亲王 然后在一次的婚礼当中 再度的重逢的时候 他是希腊 希腊丹麦王子 为什么 希腊 希腊吗 嗯 好啦好啦 你们再去 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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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个 在这个亲王 他如何干于 当这个背后的女人的时候 那基本上对我来讲 就是挑战了 我们对现实 就好比说 我看到玄冰跟孙奕珍的婚姻 你知道我好高兴 也不知道自己在高兴什么 对 然后他有了小孩之后 你又好高兴 也不知道高兴什么 你根本一点都不认识他们 但是他就是好高兴 因为什么 他让你的梦想变成了真实 可是某种程度 这个真实的时候 你也会带着小小的恶意 那个恶意是说 你这样能多久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人性 所以我就在讲说 竞争关系里头 也会包括 你在处理你的婚姻的 这个竞争关系当中 你会看到好多 我们在比较的时候 就会带着一点点的恶意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头要一个 我回到我在处理一个婚姻事件当中 如果像类似这种格差婚 格差婚也好 或是女性似乎是大家比较知道 不管他用名也好 用力也好 那这个男性到底是怎么样 会跟这样一个女性交往 那我也看到了报道在讲说 这个男人 这个亲王曾经被说 他是常常失言 吃软饭的 可能都有这样一个负面的说法 那刚才韵芬讲那个 王冠内部影集讲的更 更让我觉得匪夷所思了 就是其实他并不如大家所讲的 他没有甘于选择 他其实还是做了很多 对于女王好像不忠诚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是什么 我不知道了 那在这样的几个视角里面 有几个 第一个我觉得 如果真的是你要突破 社会的刻板印象的婚姻 我们这样讲 你去挑战一个婚姻公式以外的婚姻这件事 举例来讲 婚姻公式是什么 男强女弱 对这是婚姻公式 第一个婚姻公式 第二个 这个女性是备受呵护 然后这个男生非常专情 哎哟 你这是写爱情剧本啦 是 你不是期待吗 婚姻不是就期待这件事 就是愿意跟你白手偕老 一对一的小龙女跟这个杨过 不是就这样过日子吗 希望他们都在古墓当中 就是 然后有好多好多的 这个招风影碟 也吸引不了那个人的专注 就是怎么样 一定会守你守到老 跟守到死一样 所以我们会希望 婚姻当中的专注 也婚姻中的排他 也就是说其他人 都进不到你们两个人的世界 我们对婚姻的公式都是如此的 对对对 对不对 那我们也过着很好的生活品质 那包括我们有财富自由 对吧 我们想要去游山玩水 我们没有财富自由 我们也可以 能够去过我们安平乐道的日子 就陶渊明的生活 我们两个也是可以这样过 我们要送给我们 现在在听广播的人 一首歌 公主的歌 但是直播的人可以继续听 来方玉江 proceso konuş 明明 Academ 吾 这 这 拜拜